去年在聽障家長的推動下 台灣首語納入早聊通過副譯 於是衛福部社家署開始著手規劃 零到三歲的首語教材 不過卻也將首飾中文納入 這樣的做法就像是英文教材 卻照中文字的順序來翻譯一樣 引發聽障團體的強烈抗議 認為這樣根本不是在教首語 也違反了國家語言發展法 和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的精神 而雖然事後社家署回應 將會依法辦理 不過也凸顯了龍人參與政策討論 是否能夠完整的表達意見 以及能否充分溝通的問題 臺灣龍人聯盟會同立委 以及專家學者召開記者會 對於衛福部社家署 在製作嬰幼兒首語教材的時候 計畫使用手勢中文表達 深深的憂慮 所以那時候是產生了一些爭執 聽障團體反應這麼大 是因為臺灣首語 是一種自然語言 如果以人工的首飾中文 作為教材 不僅破壞首語的結構也有愛認知 黃淑芬舉例說明兩者的不同 這就是首飾中文 有一位老公公坐在大樹下抽菸 老公公別演 有一個 他們在樹那邊喔 他從其他的地方走過來走路的樣子 簡單地說畫面左邊的首飾中文 就是要配合中文一個字 一個字筆出來 而畫面右邊的自然首語 則是以視覺的順序來呈現 去年聽障家長提案 臺灣首語納入早聊覆義通過 衛福部社家署隨即開始規劃零到三歲 嬰幼兒首語教材 原本是美式一樁 備受期待 未料教材會議決議呈現 臺灣首語以及首飾中文兩套系統 學者陳怡君表示 這樣看似擴大了 家長的語言選擇 其實反而影響聽障 孩子的學習 也會傳遞錯誤觀念 給需要學習臺灣首語的家長 屆時 孩子進入國小之後 本土語言選擇臺灣首語 也無法銜接 首語教材是學習一門語言 而部分家長期待聽障兒學習口語 加入手勢輔助 則是溝通技巧 不應混為一談 臺灣龍人聯盟 更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這樣的做法 已經違反國家語言發展法 以及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的精神 社家署表示 提到首飾中文只是會議中家長的意見 教材製作還是會依法辦理 記者歐菲軍 鄭凱文臺北報導